哈喽,各位喜欢鬼灭之刃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在鬼灭这部动漫中,诸是鬼杀队中战力最强的队员 每一位柱都是极为宝贵的财富 其中水柱和岩柱都是历代相传 几乎每个时代的柱中,都有着他们的继承人 而炭治郎的师父,玲珑左近刺就是前任水柱,实力深不可测 为何说玲珑左近刺的实力深不可测呢 大家都知道在五线城市战中,水柱富刚一有五敌炭治郎 我遇了上前三,三人立马闪开了战斗 他也感到非常稀奇,说已经五十年没有遇到过水柱了 这说明在五十年前,上前三曾可一位水柱对战过 而玲珑在47年前,曾将拖手鬼抓到了藤山当中 当时的他估计已成为柱籍 毕竟活着鬼这样的真无一场凶险 如果让其他等级剑士去办这件事情 有一定几率会被反杀,交给柱籍才是最安稳的 所以说上前三在五十年前所遇到的柱籍,有极大的可能就是玲珑 那上前三的战力我们也是看过的,拨换能力相当可怕 就算轻轻擦到一下都会受到重创 除此之外上前三的恢复能力,也很让人无奈 当初严重的斗气已经接近至高领域 照样没有将上前三杀死 也就开启通过世界的炭治郎,能斩下他的头颅 不过玲珑之所以能和上前三憨战 安慰我觉得这主要是水池呼吸的特性所在 毕竟水池呼吸擅长的是防御 只要足够精通的话,就可以用柔软的招式 将对方的攻击化解 所以玲珑才能抵挡住上前三 而富刚虽然当上了水柱 但前几年他一直认为,自己不配继承这个名号 所以对于水池呼吸应该没有玲珑专精 因此面对上前三时,才挡不住对方的攻势 当然,以上纯属我的个人观点 只是觉得玲珑培养出枪固 富刚和这狼三人 他自己的实力绝对不会差到哪里去 毕竟三位徒弟都是拥有助激资质的 玲珑能培养出他们已经是一种证明 大家觉得巅峰时期的玲珑王室能在这一代的九路里排行多少 谢谢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按赞和关注我,爱你们